下头男领导天天给我发骚扰消息,丫头,朋友圈照片挺好看的,你还是穿路点更美哈哈哈哈,吃瓜表情,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这种挺着啤酒肚的油腻大叔,会觉得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都会前扑后继地瞎眼看上他。 我转头给他发,领我五万,不然截图发你老婆。笑死,我堂堂临市集团大小间,来公司体验生活而已,看来是时候整顿职场了,李总,这是刚进公司的实习生,我带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我整理了下一领,对着办公桌后被称为李总的男人得体一笑,周末收到了陈丽公司的offer,今天是我正式入职实习的第一天,李强是公司的副总,四十多岁,和妻子已结婚十余年,老来得子有个可爱的女儿,家庭美满幸福,她穿着条纹T恤,不动声色地抿了口茶水,上下打量着我,林洛洛是吧。 你的简历很出色,那种被凝视的感觉很不舒服,该怎么形容,就像是在对商品进行估价,我颇感不适地醋了醋眉,但都说李强为人老实是个值得,尊敬的前辈,可能是我有些敏感了吧,我礼貌地攻了攻身子,李总六赞了,我一定再接再厉,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她裂开嘴笑了,满脸横肉堆在一起,声音有股油腻野鱼的怪腔调,那是自然,小林,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出来乍到想跟大家尽快熟络一些,于是我请全部门的同事喝了奶茶,敲响李强的办公室门,在得到允许后将奶茶放在了桌子上,她盯着我笑了笑,将吸管插进奶茶。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口味啊,我可尝不来。 我自然考虑到了这点,买了大家相对都能接受的口味,本来就是意思一下,要是还挑三拣四的,可就不礼貌了,是温热三分堂的,您要不喜欢放一边就行。 李强拿起奶茶,作了一口,发出恼人的声响,投向我意味不明的眼神,有心了呀,丫头。 咯噔,我被这个油腻的称呼掖住,挤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微笑,您还是叫我小林吧。 你们这些小姑娘,就是矫情,身在福中不知福优。 我也懒得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办公室,下班出门就碰见了在楼道抽烟的李强,我浅浅到了别却被她拉住了包带,晚上,一个人回家多不安全,我送你回去。 她刻意地露出腰间别着的车钥匙,手指上的婚戒显得有些讽刺,不用了离总,我家离着不远。 新买的沃尔沃,不想体验一下。 嘶,我看你背的包没啥牌子啊,你们小女生不都喜欢什么爱马仕古池吗?等哪天我送你几个。 她说着,挑挑眉冲我吐了口烟,我无语地挥挥手散了散气味,不合适李总。 那行吧,今晚别忘了把统计表发我。 我点点头,加快了脚步,转过拐角,我开着我的骚粉色马沙拉蒂就回了家,去她娘的沃尔沃,坐在宫卫上敲着策划案,头顶突然笼罩上一团黑影,遮挡了些许光亮。 抬眼一看,李强笑眯眯地在我桌上放了杯咖啡,还在赶策划案那小林,喝杯咖啡提提神。 本来顺畅的思路被人打断,我有些窝火地叹了口气凑近电脑屏幕,后背呼地传来一阵粗粒温热的触感。 我一个机灵将李强的手拍落,李强笑意不减,自然地将手重新俯上我的后背来回妈撒。 小姑娘别老驼背,不好看了。 李总 我陡然提高音量,强忍着把她的猪蹄跺下的冲动,带着椅子退后些许,许是我脸上的厌恶太过明显。 李强脸色僵了几分,变得有些难看,她正想说些什么。 一个女同事拿着文件过来,她这才欲言又止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女同事叫宋晓,是我的组长,比我大上两岁,人很温柔,她过来嘱咐了我几句。 还不忘把我桌上的咖啡带走,这咖啡你还喝吗? 不喝我帮你倒了。 回想起李强方才的举动,我点了点头,一阵反胃,看来我的第一感觉没有出错,这货根本就是个下流油腻的恶臭男。 我回家的提议,我身心俱疲地回到出租屋,爸爸的,电话打来,我煮了包面将自己埋在柔软的床榻上,甜甜地喊了声Daddy,别给我来这套。 注意到他语气里的不高兴,我连忙撒娇补救,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叹,真是胡闹,想实习了跟爸说一声,直接给你安排到咱集团来,还用得着去我收购的一家小公司面什么事。 那工资有你一个月零花钱的零头吗?还住上出租屋了,那是人呆的地方吗? 哎呀爸,那不是因为别墅正在装修吗?我就住几天过段时间,就搬过去了,再说了,您给我的马沙拉地我也开着呢,再者,我这也是帮你考察公司吗? 他的语气总算软了下来,受委屈了得跟家里人说听到没,爸给你撑腰。 不说了,你妈让我洗的衣服我还没洗完呢? 我撇撇嘴挂断电话,就收到了李强给我发来的消息,丫头,朋友圈照片挺好看的,你还是穿路点才好看,哈哈哈哈,吃瓜表情。 才发现自己竟然望屏蔽他了,李强将我所有的朋友圈都点了个赞,我去,真晦气啊,我怎么突然看不到你朋友圈了? 你猜为什么?我忽悠他是因为网卡了,结果他竟然顺着肝往上爬,那你单独发我几张流口水色色表情。 哦,回消息,别再欲擒故纵了,你那点小心思,我不清楚吗? 小顾你认识吧,你们部门那个,也是对我殷勤得很我都拒绝了。 说实话,他长得挺俊的,但身材没你好哈哈哈哈。 你身材这么好,怎么不多穿裙子,短点那种,可以造福一下我们公司的广大男同胞,哈哈哈哈。 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我淡定地喝了口水重拳出击,你哈你妈呢? 离我五万,不然截图发你老婆。 聊天戛然而止,隔着屏幕我都能想象得到他,满脸通红的窘迫样子,咋不说话了,刚才小嘴巴巴地不挺,能讲的吗? 他憋了半天,发来了一个问号,被盗号了。 没有,或真价实的你爹本人。 对面迟迟没有新的回复,想必是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这种,不知死活敢和他这么讲话的下属吧。 聊天戒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我好整以暇地等着他能想出啥心词,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哪有一点女孩子的样子。 是啊,自从没有了素质后,我的精神状态好多了。 没有家教,你父母就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 您父母教得好,教你天天心思不正,想着怎么骚扰女下属。 呀,不好意思,可能您全家福就你一个人。 您这回消息回得也太慢了,跟我兑现还需要查新华字典吗? 不好意思,如果有哪句话伤到你了,请告诉我,我再重复一遍。 过了半晌,她回复了我那条为我五万的消息,一副痛心疾首的虚伪模样,我甚至能脑补出她那恶心人的语气。 小林,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很温柔懂事的女孩子,没想到你这么物质虚荣。 是我看错了人,但我不怪你,要怪就怪我太天真赤诚,这么容易相信别人,被你们这种年轻小姑娘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了。 对,四十几岁的天真大男孩呗,古人说得果然没错,为女子与小人男养也。 锅里的面煮得差不多了,我也懒得再和她多费口舌,美滋滋地去享受美食,隔天再去上班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太对劲,不断传来窃窃私语的议论声,隔三差五总有人往我这里瞟, 突然有人路过我的宫位,放在桌角的一达文件也被碰落在地,纸张到处乱飞,我弯下腰去捡。 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却进入我的视线,踩住了地上的纸,许青倾勤着一抹笑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她是和我一起进来的实习生,据说是公司高管的女儿, 我有些无语地起身,都多大人了,还玩这一套,又不幼稚,她暴毙瞟了眼我放在座椅上的泡的包,眼里尽是讽刺的笑意, 哎,没钱就没钱呗,背个假包也不嫌丢人,真够虚荣的。 老娘别墅里一柜子,爱马仕圣罗兰普拉达的包,结我还怕太高调,背了个最便宜的。 我全当她在家里娇生惯养惯了,也不客气地阴扬了她一句,有的人没有公主命,一身公主病。 许青青脸上一阵清一阵白,难以置信地跺了跺脚,你敢骂我?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收拾东西滚蛋? 六,拼爹这方面我还真没输过,算了,我也懒得跟你一般见识,毕竟你这种人啊,也只能靠勾引男人这种下作的手段出头了。 她说着,得意地无嘴笑了笑,我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醋了醋眉,周围的人不断投来八卦的目光,许青青似乎非常享受这种被人关注的感觉,什么勾引,你说清楚一点。 许青青扬了扬下巴正欲发作,宋小冷着脸过来敲了敲桌子,开会的消息都收到了吗?不去准备,还有功夫,在这儿落闲客。 群里发了公告,通知所有人现在去会议室开会,我整理好文件在规定时间内赶到,一推开门,原本其乐融融的氛围立即就变了位,大家心照不宣地交换眼神,我又不傻,看这架势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与我有关的事,心中隐约有了猜测,陆续人都齐了,部门经理高详清了清嗓子开始主持会议,今天呢? 主要就是跟进一下咱们手里的项目,各小组可以提出你们的优化方案。 许清清显然已经坐不住凳子了,迫不及待地给高详实眼色,第一次展示方案的正式会议,确实是实习生路头的好机会。 我默默地捏紧了手中的U盘,许清清代表他们组上台讲解,他提出了一个抽盲盒的机制,李强在下面频频点头。 我认为,加入抽盲盒的玩法能大大的提升,用户课金的欲望,建议尽快安排到咱们游戏里去。 会议室里响起掌声,许清清得意地斜了我一眼,李强笑着抿了口茶水。 哎呀,这小许的女儿啊,就是不一样,那林洛洛,不知道你们族有什么好主意。 高详顺势接了一句,我觉得清清的方案已经相当完美了,不如我们直接采用它的。 许清清娇羞一笑,捋了捋病脚的头发,别呀高详哥,我们公平竞争,人家林洛洛可是九八五毕业的还有海归背景呢,可有才华了。 好家伙,三个人一唱一和,配合得那叫一个完美,余下同事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宋小握住我的手,安慰我不必紧张。 我笑了笑,示意自己没有问题,我大学期间上台做过无数个pre,早已经锻炼出来了口才和心理素质,这点小场面还是能hold住的,简约大气的PPT投影在大屏幕上。 我对着在场的所有人侃侃而谈,我认为当务之急,还是先提升游戏体验,优化手感。 许清清不屑地吃笑一声,我看她一眼,继续说,第一轮内测刚刚结束,可以看到内测玩家反映了很多问题, 例如画风不够精致,打击感存在延迟。 如果不先解决这些问题,而急着让玩家刻金光,想着怎么捞钱,恐怕上线后不出几月就凉透了。 在这个越来越卷的市场,用心打磨质量,才能走得更长远。 不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还顺带阴阳了一下许清清,她往椅背上一靠,嘲讽地逆我一眼,光拿嘴说,谁不会说,怎么优化你,倒是提出点实质性的意见啊。 我淡定地弯弯嘴角,换了一页PPT,在绘画方面,我可以联系Abner为咱们设计,提升整体质感。 Abner,网络上相当有名的画师,是被各大厂争先抢夺的对象,会议室沉寂了片刻,随即爆发出一阵狂笑。 看什么玩笑,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厂位了,抢Abner挤破了头,你个小小的实习生,要是能把他请过来,我把桌子吃了。 许清清的笑声尖锐而刺耳,落落,我知道你很想证明自己,但也不能上来就胡说八道啊。 我将忧盘拔出电脑,定定地望着他,我要是能请过来怎么办? 且,你要是真的能撬动Abner这个大佛,我就放弃转正资格,把他让给你。 许小姐,我的各项成绩本就在你之上,让这个字可不太准确。 他气红了脸,拍着桌子说这个堵跟我打定了,让我尽早收拾东西,准备滚蛋。 我坐回座位,抿了口咖啡,一个小小的实习生确实请不来,Abner,但他的亲妹可以,高翔见形势不对,连忙出来打圆场。 余下的小组依次讲出了自己的方案,李总,都讲完了,您还想不想说点什么? 李强坐在主座上若有所思,将各个小组的方案挨个夸了个遍,尤其是许清清,大赞他有创意有想法, 唯独掠过了我们组,会议室里的气氛一时间有些凝固,宋晓强颜欢笑着提醒了李强一下,宋晓你们组啊, 则,方案做的还凑合吧,但我觉得比起其他组要逊色一点,可能是发言人没有选好吧。 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但也别太逞强,你说呢?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报复和排挤。 明明是我们遭受了不公的待遇,其他人却都心照不宣,一脸看戏的表情,高翔进行会议总结陈词, 结束的时候,一由所指地加上了几句话,现在有些小姑娘,能力不行, 却妄想着靠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上位,也不怕丢了高材生的脸。 相信我们公司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虽然也不是没有,总之,就是想告诉大家, 要本本分分地做好手里的工作,活干好了,自然有合适的机会。 她说话的时候,特意一直盯着我,我强压心头的火气,有话直说。 许清清立即在一旁阴阳怪气,装什么无辜啊林洛洛,谁不知道你耍小心思勾引李总, 你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要脸吗? 竟然还缠着李总要钱,你要是缺那五万,跟我说一声, 我哪天心情好没准,就给你了。 宋小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说话, 今早李强在公司食堂和几个高管吃饭, 无意地说我勾引她不成还管她要钱,这事就这么传开了,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气愤,而是觉得可笑,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单凭一张嘴就可以往女性身上随意地泼脏水, 关键是大家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 你看,造谣的成本真的就如此低廉, 我知道我现在怎么解释她们,都只会觉得我在挣扎狡辩, 我起身,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会议室, 宋小追着我后面出来,扯住我的衣袖, 落落,我相信你。 我叹了口气回握住宋小的手, 谢谢你宋小姐,不用担心我,我自由打算。 高翔拎着电脑包慢悠悠地走到我身旁, 凑近我的耳边,多少钱一碗呢? 我想都没想,直接甩了她一个巴掌, 她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瞪着眼睛咬牙切齿, 林洛洛,你别太不识好歹。 我嫌弃地将手蹭了几下衣服, 脸上的厌恶毫不掩饰, 她彻底被我激怒,高翔呼得一笑, 退后几步,声音越来越大, 我说了多少次了,请你离我远一点, 我对你真的没意思。 宋小愣了,我的拳头攥得越来越紧, 林小姐,这里是公司,请你自重, 你已经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这里好奇地张望, 对我指指点点,眼里尽是鄙夷和八卦的兴奋, 李总说得没错, 你果然是个不太简点的女生。 高翔得意地勾勾嘴角, 扬长而去, 宋小替我委屈得眼眶通红, 但还是劝我先忍一阵子不要惹是生非, 高翔他们关系挺硬的, 跟他们硬刚没有好处, 等风头过了大家就不会再关注这件事了。 忍气吞声? 开什么玩笑? 不太简点, 他们竟试图用这四个字将我定在耻辱柱上, 我偏不遂他们的意。 所有人都会付出代价, 一定, 每月一次的公司团建, 老套地选在了KTV里, 我百无聊赖地在角落里, 李强性质高昂, 点了一手接着一手, 高翔更是上赶着捧他的臭脚, 灯光起立, 变换不断, 李强不满足地又叫了几瓶酒, 张罗着大伙陪他喝个尽兴, 酒浸上了头, 他脸长得通红, 开始是唤起公司的女员工来, 哎, 咱们公司女同胞可不少啊, 个个都能搁上舞的, 上去给大家跳一段呗。 高翔立即跟着起哄, 在场的几个女生面露男色, 在李强的眼神催促下不情不愿的, 动了动胳膊, 则, 怎么关键时候不好意思了呢, 拿出你们床上的那个进来。 我和宋小接脸色一变, 攥紧了手中的酒杯, 他满脸横肉堆在一起, 眼睛高兴地眯成一条, 细缝笑出了眼角的细纹, 见我始终没有动作, 他有些不悦地醋了醋眉, 小林, 你是对我有意见呢? 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在场的人皆是一愣, 气氛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中, 李强的笑容逐渐僵住, 我将手里的酒杯灌满, 起身笑盈盈地朝他走去, 李总, 敬你一杯。 他脸色缓和了一点, 从鼻腔里一出一声轻哼, 抬起手意思了一下, 我勾勾嘴角, 倾斜杯子, 里面的红酒一滴不漏的, 全部浇在了李强的头上, 林洛洛, 你是不是有病? 他像被踩住了尾巴的鸡, 一样跳了起来, 发出细锐愤怒的吃喝声, 看着自己衣服上鲜红的痕迹, 难以置信地喘着粗气, 手指着我颤抖个不停, 林洛洛, 赶紧给李总道歉。 高翔拿着纸巾慌忙擦着李强身上的酒渍, 我不耐地翻了个白眼, 道歉, 道什么歉? 李强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简直无耻下留恶心至极, 我都懒得正眼瞧你。 您多大排场啊, 回家让你妈给你跳个够呗。 怎么当个经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不知道地以为你下一秒, 要登基了指点江山呢? 高翔怒不可遏地挥起一只手, 就要扇过来, 被我死死扼住, 我毫不客气地拿走身旁一个, 被吓傻的同事手中的杯子, 狠狠地泼在了高翔的脸上, 咱就是说, 活了这么久上赶着找骂的第一次见, 急什么呀? 这不轮到你了吗? 你瞅你长得那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样, 势力眼, 见风使舵那是你的代名词。 街边的狗看到你都要自愧不如, 没你能舔, 你个墙头草, 天天无能狂吠些什么。 其他人瞪目结舌地看着我一顿输出, 不约而同地平住了呼吸, 生怕我下一秒无差别攻击连他们一块骂了, 李强和高翔狼狈地像两个, 落汤鸡抱团取暖, 一吐为快后, 我整个人酣畅淋漓, 重新给自己的杯子里满上酒,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发疯, 犯错的包容和理解, 这都是你们最有应得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会变本加厉, 你们干了我随意。 我拿起包转身扬长而去, 身后传来李强声嘶力竭的怒吼, 林洛洛你他妈死定了。 周一我照常走进公司, 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默默, 和我保持了一段距离, 看来已经对我的彪悍事迹有所耳闻, 我丝毫不在意聚焦在身上的目光, 迈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许轻轻见到我, 立即放下手里的文件, 阴阳怪气, 尽显本色, 你怎么还有脸来上班呢? 你不知道你已经被开除了吗? 我就请了个病假, 没想到就错过了这么一出好戏。 赶泼领导的酒, 我真不知道是该夸你有勇气, 还是蠢到无可救药。 我没搭理他缓缓地伸了个懒腰, 和他擦肩而过, 开不开除的, 你说了不算。 他生气地咬了咬唇, 随后看向我身后, 顿时又眉开眼笑起来, 是, 我说的不算, 那你看李总说的算不算。 我转过身, 正好对上李强发狠的眼神, 林洛洛, 你还敢出现在我眼前,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蛋。 我毫不在意地回到自己的宫位, 冲他玩耳一笑, 他气急过来要硬拉, 我的胳膊, 门口的风铃, 忽然想起, 所有人不解地看向门那边, 一个穿着喀色毛泥大衣的男人, 插兜靠在门框上, 前台顾不上我们这边的热闹, 忙询问他有什么事情, 受人之托, 需要给人是看下我的资料吗? 他说着, 扬了扬手中的简历, 前台仔细一看, 忽然惊呼出声, 阿弗尔先生, 公司内部一阵小小的骚动, 我忍不住脸了咧嘴角, 我滴好哥哥, 你来得真是时候, 李强立即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 去跟我哥握手, 却被他冷冷无视, 刚刚好像听见有人要开除邀请我来的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想我也没有在这里继续待着的必要了, 数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李强笑容僵在了脸上, 不确定地看了看身后笑得明媚的我, 您确定, 是他吗?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有, 您听错了, 我没有要开除他, 李强咬紧牙关, 这不是当众打他的脸吗? 但为了阿弥尔这尊大佛, 他也只能暂且忍气吞声, 我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 身旁面如土, 色得许清清, 它是时候该滚蛋了, 我记得有人跟我信誓旦旦地保证, 如果我能将阿弥尔请来, 自己就主动放弃转正资格。 许清清身子轻微晃了晃, 恳求地望向一旁, 纠结的李强, 他放软了语气, 一改之前凶神恶煞的模样, 洛洛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 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不能,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再说了, 本来他的各项绩效就不达标, 有什么理由留下来呢? 李强叹了口气, 递给许清清一个无奈的眼神, 他微微一正, 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 慢走不送, 晚上哥哥送我回家, 一路上我心情畅快地哼着小曲, 他通过前车镜看着我开心的模样, 无奈地勾勾嘴角, 碰上这种领导, 还在那待着干什么, 回来哥给你开家公司玩, 要走也是我自己堂堂正正地走, 而不是被他们开除。 我傲娇地昂了昂头, 车子拐入巷口, 咯咯皱眉打亮着周围逼着的环境, 微微叹了口气, 哎呀你怎么和爸一样嫌弃, 其实还蛮温馨的, 你放心吧我才不会苦了自己呢。 我带着他走到门口, 笑容煞食僵在脸上, 门上破了个大大的窟窿, 一看就是人为被砸的, 我忙打开门查看情况, 深吸了一口气, 屋里像是被打劫了一样乱七八糟, 玻璃,碗盘, 还有很多值钱的东西都被全部打碎, 碎片七零八岁地躺在地上, 更糟糕的是, 我的电脑, 还有珍藏的几个相机不见了, 应该是被人拿走了, 这就是你说的温馨。 哥哥气得呼吸都乱了, 拉着我的手就去查监控, 监控里,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 带着几个人, 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家前, 嘴里痛斥着小三, 婊子等不堪入耳的词汇, 一声令下, 那些人狠狠砸坏了我的门, 进入屋内肆意妄为, 我认得她, 李强的妻子王玉华, 看来是李强的八卦落入了她的耳中, 不分清红皂白的就过来兴师问罪了, 我清点了一下损失的数额, 二话不说立即报警, 第二天上班, 我敲响李强的办公室, 将赔偿的单子摔在了她的面前, 她不悦地猝起眉头, 眯起眼看着我对在她脸前的监控录像, 弹了弹手中的烟灰, 给你五万, 就稀释宁人了吧, 我冷冷一笑, 光是那被拿走的电脑和摄像机, 就不止五万了, 打发谁呢? 我不差那点赔偿金, 但, 做错了事一定要受到相应的惩罚, 她不耐地拿起单子看了看, 压低了声音, 林洛洛, 我看在阿曼老师的份上, 勉强把你留下来, 你可别得寸进尺, 这种事要是传出去对你名声也不好, 我怒急返校, 本来就是无中生有, 我还怕了她不成, 我定定地盯着她, 淡定地弯弯嘴角, 行, 那咱们法庭见, 我转身离开, 用力关上办公室的门, 随后, 听见她含着怒意的声音穿透墙, 不停叫嚷, 你们这些小姑娘, 就是物质, 我说什么来着, 她就是想要钱, 我懒得理会她破防拼命往我身上, 泼脏水的滑稽模样, 着手开始准备资料, 宋小犹豫地看向我, 欲言又指, 我很少见她这样吞吞吐吐的模样, 怎么了? 下定决心一般,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 落落, 可不可以陪我去见一个人? 门铃暗响, 一个身形憔悴的女生穿着睡衣出现在门后, 她有些防备地将门打开一条小缝, 眼睛警惕地打亮着外面, 看见宋小的脸后才放松下来, 这是卢心桃, 我的朋友, 之前也在陈立公司工作, 随着谈话的深入。 我了解到, 卢心桃和我一样之前是公司的实习生, 他长期遭受李强的性骚扰, 甚至在有天晚上, 李强以加班为由将他扣留, 在公司实施了骚扰, 虽然没有到最后一步, 但仍对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事情发生后, 李强顾忌重施, 利用人对于性的羞耻, 对卢心桃进行无休止的扑, 最终逼他辞职。 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尝试轻生后被宋小救了下来, 报过警了吗? 我整个人气愤到极点, 止不住地颤抖, 卢心桃点点头, 又无奈地摇摇头。 我想过报警, 手里有那个晚上的监控, 但李强一直说他知道 我的家人的住址, 威胁我如果我报警就别怪他不客气, 我真的不敢。 卢心桃说到伤心处, 眼泪绝地般涌出, 宋小青拍着他的被安抚着, 我跟卢心桃保证我会帮助他, 试图劝说他作证人, 协助我们惩治李强。 他犹豫再三, 默默地低下了头, 抱歉, 我可能需要考虑考虑。 我沉默半赏, 表示理解, 我自知我现在所拥有的底气, 来自于我强势的家庭, 我不用担心孤注一掷后 是否还有退路, 就算跌入谷底 我也能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 东山再起, 但它不一样, 这些饱受痛苦的女生 大多都是普通而平凡的, 我无法要求他们像我一样, 不计后果, 宋小默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发誓, 我一定会亲手将李强这个畜生 送入监狱, 我的律师和我们家里合作多年, 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先咨询, 他法律上的相关问题, 将官司交给他我非常放心, 法庭上我和李强对保公堂, 各执一词, 王玉华并未出庭, 我拿出了损失清单和王玉华上门的监控, 要求李强一家给予赔偿。 李强在我方律师陈述的时候脸上, 满是掩不住的不耐, 时不时翻一个白眼, 法官大人, 那他一个年轻姑娘哪来的钱, 不用我说懂得都懂吧? 法官醋了醋眉敲了敲锤子, 示意现场肃静, 我已非法入侵毁坏他人财产等, 罪名对其提起诉讼, 因为证据确凿, 所以判定他赔偿我的所有损失, 只是可能会有折旧, 至于量刑, 可能较难, 我不在乎他赔偿的这几十万金额, 重点在于后面, 我想让他坐牢, 我深呼吸一口气, 缓缓开口, 除此之外, 李强经常在公司对包括我在内的女性, 进行长期性骚扰, 言语和行为皆不堪入目, 甚至对实习生实施猥亵, 因此我要求量刑, 李强的目光一下变得凌厉起来, 听审的群众也一片哗然, 嘘声不断, 李强有些紧张地攥了攥拳头, 但还是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这纯粹是无中生有, 凭空捏造, 你们可以去问一问我公司的员工, 大家都很信任我, 平日里我还会经常带着同事一起团建, 小林啊, 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心态如此污蔑我, 我私底下也对你不薄, 你这样做可真令我寒心啊, 我拿出了聊天记录和一些零碎的录音片段, 里面的李强多次开黄枪, 言语尽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可这些证据都略显单薄, 李强眯了眯眼睛, 往后靠了靠挑衅地向我看来, 原告, 你还有其他说服力较强的证据吗? 门呼地被打开, 宋小和卢新桃出现在门后, 我们有证据, 他们讲述了自己被李强性骚扰的经历, 拿出了聊天记录和最关键的监控证据, 卢新桃的手不住地颤抖着, 言语间却是坚定, 随后, 李强的手机被查, 相册里面有很多偷拍女生走光的照片,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丑恶的嘴脸, 暴露在众人面前, 明明他前两天以防万一, 还特意将手机格式化了, 法官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略显严肃地清了清嗓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情节就严重了, 我们将会准备二次开庭, 重新量刑。 李强焦躁地扯着自己的头发, 不顾自己精心塑造的好领导人设, 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 原形毕露, 我不再理会, 有什么委屈, 跟法官说去吧, 李强被拘留, 我回到陈利, 悠哉悠哉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 我推开李强办公室的门, 却看见高翔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真皮椅子上, 享受得很, 见我进来。 他意味不明地嘖嘖两声, 眼神上下打亮, 真够狠的呀你。 我勾勾嘴角, 这貌似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吧。 他打了个哈欠, 抹扎着面前的檀木桌子, 李强走了, 这副总的位置就是我的了, 我提前熟悉一下新的办公环境, 有问题吗? 高翔这人, 是个实打实的墙头草, 在他眼里不存在什么情意, 谁比他官大, 他就上赶着阿鱼奉承, 拜高踩低, 只可惜, 他的春秋大梦做得太美了些, 我毫不客气地将自己刚刚收拾的东西搬了进来, 略显嫌弃地扫尸了一圈周围的环境, 一想到这是那个畜生曾经带过的地方, 我就犯恶心, 没关系, 我找时间会把这里重新装修一遍, 省得晦气。 我抬眼看了看坐在座位上, 一脸疑惑, 无动于衷的高翔, 主动帮他把他费劲拿过来的桌上, 摆剑清理了出去, 他气愤地站起来, 脸胀地通红, 林洛洛你是不是有毛病, 给老子拿回来, 我笑了笑, 不在意地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继续把他的东西往外搬, 你疯了, 反了你了, 高翔气急抓着我的领子就往外走, 其他同事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看来, 他清了清嗓子, 趾高气扬地昂起头, 往门框上一靠, 之前把你留在公司, 是看在他们老师的面子上, 可你得寸进尺目中无人, 没有半点规矩, 我这人眼里容不得沙子, 现在就算是Abner不帮陈丽, 以我的能力我也有足够的自信, 待陈丽更上一层楼, 况且谁知道你用了什么花招把他请过来的, 有的小姑娘啊, 只要躺下来, 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所以你今天就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哟, 这是拿我杀鸡警猴逞威风呢, 好掌一仗他这个新上任领导的士气, 我怂怂间, 闲恶地将他抓着我胳膊的手拍落, 不好意思, 纠正一下, 是你从我的办公室滚出去, 高翔愣了半嗓, 撑着腰哈哈大笑起来, 林洛洛, 我看你是打了个官司给自己打糊涂了, 我告诉你, 你被老子开除了, 话音刚落, 门口传来一声, 蕴含着微微怒意的雄厚男生,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开除我的宝贝女儿, 众人齐刷刷地向门口看去, 我爸神色不悦地推开门进来, 身后还跟着哥哥, 高翔正了正, 随即快速反应过来, 您, 您是林硕先生, 所有人连忙, 从自己的公位上起来, 自觉地站到一边, 好奇又恭敬地打亮着面前不怒自威的男人, 林氏集团, 国内无人不知的商业巨龙, 旗下的产业链相当健全, 实力雄厚, 至于陈丽, 是在林氏集团商业版图内, 被收购的一家游戏公司, 还有阿门老师, 您怎么也来了, 爸爸没有理会他的穿剧变脸, 在看向我时, 神色才缓和了不少, 他冲我招了招手, 我吐吐舌头连忙紧紧抱住了他, 甜甜地叫了声Daddy, 高翔整个人瞪目结舌地傻住了, 突然反应过来, 舌头紧张地打结, 这,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这是林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我, 我该死, 我爸冷哼一声, 静静地看着他挣扎的模样, 我哥也嫌弃地翻了个白眼, 听说, 有人造黄瑶都造到我和我妹的头上了, 估计高翔现在后悔地想扇自己几巴掌, 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二位的关系, 阿门老师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他慢慢地沿着身后的墙面, 摊在地上跪下, 一边猛扇着自己的巴掌, 一边痛哭流涕, 恨不得给我们当场磕几个响头, 爸爸淡定地环视了一圈, 示意我上前几步, 我正式宣布一下, 这位是陈立公司以后的总经理, 公司上下大大小小的事, 全部要过问他, 宋小带头鼓掌, 在他的带动下, 掌声越来越热烈, 对比之下, 扶在地上的高翔, 活脱脱像一个跳梁小丑, 他挣扎着过来攥住我的裤脚, 带着哭腔求我饶过他, 林小姐, 之前是我不对, 我道歉, 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我冷冷退后几步, 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高翔, 您已经被我们集团拉入黑名单了, 不出意外的话, 他近几年再也找不到什么趁心的工作了, 李强一按登上热搜,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许多懂法的网友做了相关的视频, 为大家科普遇到性骚扰时如何正确地保护自己, 有越来越多的女孩勇敢地站了出来, 讲述自己的遭遇, 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舆论发酵, 李强所有的社交账户都被扒了出来, 网友发现他在网上的发言全部都恶臭至极, 一时间吐没星子几乎要将他淹没, 遭殃的也少不了他的妻子王玉华, 我和宋小还有卢新桃成立了一个组织, 帮助那些维权有困难的女生发声, 捍卫自己的权利, 由我每年定期向组织捐入资金, 给予支持, 我们的账号粉丝很快破了百万, 越来越多和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 帮助更多的有需要的人, 李强最终被判了八年, 锒当入狱前, 我去探望了他, 他整个人目光, 涣散地呆愣, 坐在凳子上, 嘴里不断喃喃着不可能, 隔着玻璃隔板, 我凑近了话筒, 伸手敲了敲玻璃, 让他注意力集中些, 好听清我的每一句话, 李强, 你想知道为什么你的手机明明拿去格式化了, 但证据还是完完整, 整地呈现出来了吗? 我早就提前联系了王玉华, 你把手机放在维修店后, 他就过去嘱咐了处理手机的小哥, 你的手机看似格式化了, 但其实关键的东西一个都没有删除, 他瞪着眼睛双目星红, 难以置信地抓住自己的头发, 来自枕边人的背叛, 更加致命与刻骨铭心, 他施了力气, 瘫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在牢里好好忏悔吧, 王玉华在门外等候, 不安地搅着手指, 见我来了有点心虚地将目光挑向别处, 不去看看他吗?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他现在估计恨我恨得要死。 王玉华自然不会那么好心, 是我提出了减去三分之一赔偿金的条件, 加上那点仅存的善心, 让他照着我的话乖乖去做, 他犹豫再三, 抬起了头释然一笑, 我不打算离婚。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小林, 我和他结婚有十余年了, 我没有工作, 在他身边当一个贤妻良母, 就是我的职责。 我这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了, 已经把自己矿住了, 我无法想象, 离婚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不如说, 我已经丧失了, 独自一人生活的能力。 他出轨了不止一次, 但我从来都装作不知道, 因为一旦撕破脸皮, 面临的选择就只有原谅或是离婚。 我想着只要把小三都赶走了, 他就能老老实实地回归家庭了。 况且, 我好像还是爱他。 他默默地低下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赔偿金我会想办法, 会在期限内交给你。 他失魂落魄的背影远去, 充满迷茫, 别墅终于装修好了。 我邀请了家人和朋友一起来聚餐, 爸爸和哥哥秉承着客人最大的理念, 在厨房里忙, 我则笑盈盈地招待着宋小和卢心桃, 看着桌上满满的一大桌色香味俱全的菜, 我毫不吝啬对他们的夸奖, 爸爸抹了把头上的汗, 谦虚地摆了摆手。 我这厨艺比你妈妈差远了, 你妈妈做菜那才真是一绝。 想起来, 已经有几天没有给, 在外地出差的妈妈打电话了, 我连忙发起了视频聊天, 妈妈温柔的脸出现在屏幕面前, 我给她展示了桌上香喷喷的菜, 爸爸和哥哥一脸骄傲地求夸奖, 引来我们一阵笑, 洛洛, 我在热搜上了解到陈丽的事了。 她先是把李强等人痛骂了一顿, 又开始心疼起我来, 你做得很棒, 已经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姑娘了。 最重要的是, 你利用了法律的武器来惩治李强, 而不是依托家里的关系, 成立慈善组织的举动, 也让妈妈很骄傲。 以后有什么想做的事, 尽管去做, 我们永远是你最坚硬的后盾。 她欣慰地咧开嘴, 我鼻头一酸, 笑着点点头, 成立公司在我的带领下蒸蒸日上, 市值一路飙升, 挤进了国内知名游戏大厂的行列, 我增设了许多女生的岗位, 充分肯定发挥她们的才能, 事实证明, 她们一个比一个优秀, 甚至要远远超出我的预期, 我们一起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 纵使举步维艰, 仍心向光明。